C罗最终还是和皇家马德里分道扬镳了,他没能终老在这个校历了九年的地方,这个让他获得了无数荣誉,也带给他无数心酸的地方。 虽然很多人都认为C罗的离开是因为和老佛爷的不和,是因为对于皇马对待自己的态度的不满而心生趣意,也是因为老佛爷的良薄,让C罗伤透了心,但是还是有部分皇马的激进求你。 对于C罗的离开满心怨恨,在他离开之后,在社交媒体上攻击C罗,C罗在离开皇马的时候,表示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,但是一名皇马球迷就讥笑说,这是一个轻松的决定。 对于皇马和皇马球迷来说,这是个怎样的侮辱啊?另一名球迷则更加直白,他说这九年来,他都在撒谎说C罗比梅西强,而现在,这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。 这名球迷的言论,和当初老佛爷的说法和其相似,2012年的时候,C罗第一次公开表示,在皇马过得并不开心的时候,老佛爷就态度强硬地回对回去,今天卖了你,明天就砸为月金买梅西。 C罗和皇马之间举语,也许直到C罗退役之前,都不会有一个真相呈现在大家眼前,也许在C罗退役之后,在他的自传中,我们能够看到2018年到底发生了什么,不过,C罗在皇马的九年,为皇马带来了无数的荣誉,这一点是无可争议的。 9年中,C罗为皇马贡献451例进球,超越俱乐部传奇迪斯蒂法诺,成为皇马历史上进,求最多的球员,而且,C罗还在这里,为皇马带来了四座欧冠奖杯,他自己也拿到了四座金球奖,过去十年,和梅西包揽了这个奖项,成为世界上最好的两名足球运动员之一。 C罗在转会邮文之后,也体现了巨大的商业价值,不仅他每年3000万欧元的工资,由邮文的赞助商菲亚特提供,在他宣布加盟邮文之后,邮文开始售卖C罗新赛季的7号球衣,近一天就帮助邮文赚了5200万欧元,仅仅一天的收入就收回了一半的成本。 这样的事情,当金足坛可能只有C罗和梅西这种级别的球员能够做到,也许这也正是皇马球迷心里不爽的原因,他们不愿意看到C罗的离开,他们希望C罗能够钟老在这座城市,钟老在这家俱乐部,成为皇马的象征,成为皇马球迷的图腾。 但是生意就是生意,C罗还是离开了,隶属这些年皇马的交易,不管多么大万的球星,不管和这家俱乐部有多么深的羁绊,最终都难逃被扫地出门的命运,匪哥,劳尔,卡西利亚斯,古地都是如此,C罗自然也不能信念。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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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Zither Harp